歡迎收看有批有據看台灣 看數據 看民意 看趨勢 看未來 大家好 我是王時期 帶您一起掌握台灣政壇的大小事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美國總統川普 武漢他的妻子梅蘭尼亞 兩個人同時確診感染了武漢肺炎 那麼可是隔一個月 就要進行美國總統的大選 這件事情會帶來怎麼樣子的變數呢 實在令全球都很關心 另外這幾天是中秋連假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中共的戰績 還是連中秋節都不肯放過 沒有在休假的 在台灣的西南海域飛過來又飛過去 那麼在此同時 歐陽娜娜也登上了央視 去唱我的祖國 還有國內的退降說 我們現在的軍力等於是零 這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態 今天都可以好好的來討論 趕快來介紹白兵 首先歡迎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王定宇 思綺 大家好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鄭兆欣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張明佑 思綺姐 大家平安 今天的大數據專家是 SolarMedia的謝一平 謝博士 思綺姐好 大家好 好的一開始我們還是要請謝平 謝博士來跟我們看看 這個禮拜的網路上面 大家關心的幾個焦點話題是什麼 其實這個禮拜還是一樣 是一個主權週啦 主權週 雖然藝人好像佔了大多數 而且這幾個禮拜 其實他本身精神上 還是一個主權的議題 對 因為他去中國唱歌這件事情 過去也有一些例子 大家就開始討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其實他在唱完歌以後 整個大家的關注討論 就看到有一個很大幅的下降 所以這個議題其實大家在關注上面 你意思是說少一天 就是唱歌之前 大家就在討論 唱完了大家就 大家唱完就結束了 就比較沒有在後續有更多的討論 可能要到下一次有類似事件的時候 他又會被提起來 沒錯 因為都跟主權相關 而且這個也是一個相對比較軟的事情 就是因為藝人可能去附中 那除了唱歌這種 唱他們的我的祖國這種比較爭議以外 那當然我們台灣也有蠻多藝人 是在中國發展的 這個事情就比較軟 可是你看相對 這禮拜第二大的議題 在中國武嚇的這個方面 他其實就比較硬 因為他跟國防啦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禮拜 其實討論蠻多 我們的兵役的制度 是比較硬的議題 相對大家網友在討論藝人 這相對需要比較多的專業知識 那還有我們的那個 我們現在教招可能也要改 還有女生要不要當兵 對 女生要不要當兵 這個也帶了一點 所謂男女性別平權的問題 在裡面 那還有軍購 其實這都是比較專業的東西 但其實重點我們應該要看的是 這個第二大議題的一個走向 你看第一個 他的那個上下變化的幅度 其實比較大 對 那上下的變化幅度我們也就是講 他會受新聞影響 那你看在這個禮拜有歐陽娜娜 大家新聞都在報這件事情 那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藝人那個小鬼黃紅生之前過 還是有一些余波 所以其實當然就會受到一些 其他新聞排擠的影響 可是你看他的左右 變化的幅度是小的 就固定 是鄉民主動討論的 對 主動的這一塊 他並沒有因為外面有其他的大事情 把這些關注吸走以後 他就變少 大家不討論 而且這又是比較硬的議題 跟國防相關 所以其實 這大概有反映出兩件事情 大概在這一連串的時間以來 中國武嚇飛機一直飛來 其實讓大家對我們自己 不只是主權 我們這一塊土地的安全 其實是非常投注關心的 那再加上這個禮拜 一個是教招 然後我們要不要改那個 又改回徵兵制 然後再加上男女都去扶兵 像以色列這樣子 所以其實從這個數據來看 整個全民的國防意識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提升 過去這議題很硬 內容很硬 其實你看過去武嚇中國很多 大家都在討論飛機飛來 我們買了什麼武器 可以打到對岸 他們可以打來 就討論這些東西 但很少去討論制度面 但現在這個東西浮起來了 對 所以其實 而且討論度是沒有減少 也就是說儘管這麼硬 然後它的分支新聞有很多 可是大家仍然是 還滿熱烈的在討論 是真的有關心 不會因為說 多了一些大的事情 吸引了我的注意 好 我看了 但是我還是會播出時間 我的關注度 再來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解讀 就是說其實台灣安全 台灣的主權這件事情 越來越慢慢形成 全民共同關心的話題 對 一個共識 就是說台灣的主權跟安全議題 意識 國防的意識 有整體被拉伸 對 沒錯 從這幾個禮拜看 其實還滿明顯的 了解 了解 好 謝謝一平告訴我們 這個在網路上面 大數據呈現給大家 分析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解讀的狀況 不過我們還是要從今天發生的 最新的狀況來談起來 就是川普跟他的太太都確診了 可是一個月後就要投票了 然後前兩天 這個川普才跟人家在 才跟他的對手拜登在那邊辯論 口水噴過來又噴過去 還有那個主持人吵架吵得一塌糊塗 可是他現在要在隔離治療當中 但是接下來還有辯論啊 那美國總統11月3號的投票 到底現在會變怎樣啊 因為川普啊 他真的是很愛推特王 他就又發一個推特說 啊 確診了 但是我們會努力的停過去 我們要克服這個病毒 所以首先要請教一下委員 這個變數算是滿大的吧 這件事情會有什麼樣子 接下來的影響 10月的第一 10月1號是美國時間 然後是中國的國慶 然後美國總統得到了武漢的肺炎 驚奇的10月 中國國慶是昨天啊 因為我們很不幸的 中國跟我們一起在亞洲 他如果也在美洲就好了 現在我跟一直在想川普這個事情 他發了推特嘛 就講說他跟他老婆兩個都確診 那剛才白宮那邊也表示 未來的隔離期間 川普夫婦都會在白宮他的住所 進行隔離 他可能是史上第一個 因為隔離的這個總統跟總統夫人 然後另外 中國的網友小粉紅就開始很High嘛 對 就是說成功了 死定了什麼 就開始講這些有的沒有的話 普天同慶 我跟習近平要捏把冷汗 那美國這邊有人這樣寫 他說川普是美國第10位 遭受這個暗殺的總統 那你知道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知道甘乃迪士嘛 我們也知道這個林肯士嘛 前面有9個 他說他是第10個 那代表什麼 美國總統是被中國的武漢肺炎 生化武器 川普的講法叫做中國肺炎 說打的 那這個東西就有民眾的情緒在裡面 所以小粉紅如果在那邊慶祝 慶功 拿川普的健康開玩笑 美國也有小粉紅啊 就是兩邊會咬起來 那我剛才在錄影前 我們在想這到底對川普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在身體健康上當然不是好消息 因為畢竟武漢肺炎還是有死亡率的 那以美國總統你再怎麼高的權位 這個風險躲不掉 但是以政治上來講 我問下面幾個問題 你就會有跟我一樣的答案了 第一個隔離14天 結束隔離的時候 距離大選11月3號投票 只剩兩個禮拜多一天多 對 那在這隔離的期間 川普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他除了不能去現場以外 什麼都能做啊 他用視訊啊 你會看他這麼愛寫推特 接下來你看他已經視訊 那某一個州要有一個造勢大會 就一個投影 甚至立體投影現在都做得出來了 那他一樣可以演講啊 他也不用飛來飛去 就清零現場握手 這個事情不能做以外 川普在選舉造勢講話 製造話題的能力 其實沒有減少 那拜登本來行程就很少 所以如果拜登是你趴趴走 那是有影響 可是拜登本來 清零現場現場就相對比較少 所以川普付出的隔離代價不大 但是光今天全世界媒體 就要討論他了嘛 隔離期間誰能夠帶動話題 他過兩天跟你講說 呼吸不順暢 啪就頭條了 對不對 然後過五天說 我克服了病魔 我站起來了 我把那個呼吸器拔掉了 那時候Johnson Boris Johnson 英國的Boris Johnson 在武漢肺炎 侵擾英國的前期 差點被英國人翻掉 你知道嗎 什麼佛系療法 還講說 做好跟親愛的人做準備有沒有 到最後他先得病 得病之後 一下子傳出病危 一下說他倒上呼吸器 不能自主呼吸都傳出來了 快有一次你看他靠在那邊 頭髮保持原來亂髮 然後跟大家揮揮手 一下變成對抗病魔的英雄 所以接下來一個月 頭條都是川普 Boris 我看成很好的例子 他抵抗疫苗 抵抗病魔成功之後 他改變佛系的做法 他聲望是那時候開始就 爬起來的 否則那時候差點倒閣 那好 那現在你就看到川普 在他的武漢肺炎隔離 這14天 隨他高興你知道嗎 他一個視訊 那天就變新聞了咳嗽 病容不好頭髮沒梳 過三天榮觀煥發 過一下變他老婆 老婆也直播一下 這個話題 在選舉的最後階段 誰掌握話題 其實就掌握選票的大覆法則 然後再來 他在當中也可以做很多 刷存在改的事情 他還是可以指揮三軍 他還是可以指揮美國的政局 那眾議院跟參議院 眾議院剛剛通過一個叫做 他的China Task Force 中國任務小組拿出來的 430條政策調整案 他還可以慢慢那邊平 因為他很閒的嘛 那他出關的那一天 距離選舉只兩個禮拜 我跟你講如果拜 因為兩大黨都很會選舉 幕僚一定在想 哇他出關以後那兩個禮拜 萬一所有的議題都被他帶著跑 那這整個拜登你怎麼選 那拜登會說 我也測一下 啊糟糕我也得 兩個人每天都在搶頭條 兩個得的話 創造話題的能力還是川普比較強 第一場辯論弄得像小學生吵架 對 那就結束了 你現在不能辯論了 你有沒有發現 對 因為確診不能辯論 這才大影響 你不能辯論了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那話題焦點在哪裡 所以我最後要講說 誰能引領最後的兩週話題 如果我們剛才這樣分析下來 你的答案是那個人 那個人如果能夠掌握引領話題的 黃金平台跟黃金時間 那另外一邊當然就不妙 而這時候中國那邊 越多的嘲諷 越多的攻擊 每個國家都會有 保護自己國家元首的本性 那就很有趣了 那另外 還會不會有其他的 軍事上或地緣政治上的動作 因為我現在隔離在裡面 我要強 我要拉大我的存在感 那下的決定會不會更重 這個我們要密切來觀察 而且我覺得 他對於支持者的鞏固 其實是更有效的 因為大家會更氣 說本來我支持的這個川普 他可以到我們現場來 結果他現在在隔離 為什麼 因為被中國肺炎害到了 所以他們那個 更加凝聚支持者的那個 向心程度 我等一下補一句喔 如果民主黨的支持者 傻到跟國民黨支持者一樣 跟著中國消費者一起笑川普 我告訴你那個 那個就是把自己的選票往內說 就像國民黨一部分的人 跑去聲援一些中共威脅我們的事 或中共對我們統戰的事情 那個是會付出政治上代價 感謝王委員幫我們 直接Cue到下一題來 所以下一個就是這個禮拜 一整個禮拜延燒的話題 跟國民黨還蠻有關係的 就是歐陽娜娜她終於在經過了大家的這個討論了 罵的也有啦 當然還是有一些挺的啦 無論如何她仍然在9月30號的晚上 站上了央視去唱《我的祖國》 那可是她亮相的時間當然很短啦 然後因為亮相時間很短 然後又被大家酸了一頓 好那在她去唱這個《我的祖國》 晚會演出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跑到對岸去唱這樣子的歌 你的國籍認同 國家認同 是不是出了一些問題 但是有一些支持她的言論 那在這個禮拜其實歐陽娜娜的事件 還有這位退將 這位退將呢 陳廷寵 他說台灣現在戰力是零 我是驕傲的中國人 這些言論其實都引起了大家熱烈的討論 在此同時我們還看到下一張 很多人幫歐陽娜娜講話 那幫歐陽娜娜講話的這些呢 比較多是屬於泛藍的陣營 像是這個要說 這是泛紅陣營 國談判 民進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費紅太說 難道唱首歌台灣就會被統一嗎 陳迅貞是說 這樣子淘寶也不能買喔 唱三民主義無黨所忠 就表示是國民黨員嗎 那趙耀康趙大哥是說 歐陽娜娜就像是 當你的鄧綠軍可以說是台灣之光啊 好這件事情 大家都在問國民黨說 歐陽娜娜跟歐陽娜娜的爸爸 國民黨的前方的人 自己都沒有出來表態了 這些人是在忙什麼 他們忙著出來幫歐陽娜娜講話 這件事會不會連帶的影響 國民黨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印象 趙欣 我想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民主時代嘛 在民主時代的話 我覺得這反而體現出來就是說 我們台灣這邊喔 中華民國這邊的體制的優越性 當我們的人他可以自由的去表達 即使是多數人都不是很認同的 一些爭議的意見的時候 但是這個社會呢 仍然保障它的權利 換言之如果你換成對岸 這樣的一個威權 或者甚至是極權的體制 是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容忍 這反而讓大家覺得說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確實是有優越性的 而且我們也會因為這樣 反而再加強對中華民國的認同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很差的事情 而且這個認同的事情很簡單 絕對是超過六成七成 甚至是接近八成的人 對於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的主體性 都有很高度的認同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改變認同 不可能 那他可能就是說他自己的 這樣子一個行為 留給大家去討論 但是我必須去提醒說 在政治這個領域上 對於個人權利的評論 要非常的小心 大家作為民眾去討論說 我有我的認同 你也有認同 你的認同 我不欣賞 你的認同 跟我的成長經驗差很多 這是一回事 但是政治如果說 要去對一個人做評判的話 必須要注意說 他不要變成是一種 權力上面的 對他的一種剝奪 或者是打壓 或者是霸力 我覺得這是要非常謹慎的一件事 你的意思是說 處罰這件事嗎 對 就是說這個處罰 第一個就是說 我不講說他到底有沒有違法 這個是交給專業去做 可是政治人物發言 會讓大家會覺得說 很容易陷入一種 未審先判的 這種陷阱裡面 可能講的當事人 比如說孫政院長 他可能沒有這個意思 他可能就是把我覺得 我自己的這個意識形態 就是覺得我不認同 可是如果作為行政院長的話 這其實是要非常小心 然後會不會有一種指導效應 或者是帶風向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特別做的 即使我不認同 比如說要讓他去唱 如果是我我一定不會去唱 因為我覺得這個 跟我的認同不符 然後我覺得說 我的是中華民國認同 你講祖國人家 可能很多人會誤解說 你是不是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過這個事件 國民黨有沒有一個 但是我不會去因為這樣去 一個一致的態度 說到底 知不支持這樣子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東西 在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裡面 就是增加對中華民國的認同 那如果說其他的東西 個人的權利我們認為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國民黨其實 他也是一個政治 很相關的團體的時候 我們在面對一個個人的時候 要盡量的避免說去定調 形成是對他來講 是一種法律上 或者是機器上的壓力 但是可以留給民間去做 那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是認同中華民國 我們不能夠去認同 就是說極權的體制 我們會反對任何一切形式的 政府的這種極權的控制 所以國民黨從頭到尾這整件事情 這一個禮拜都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分開 都沒有出來表態 是因為尊重個人的這些制度 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 確實相對要謹慎 確實相對要謹慎 我覺得個人去說我不認同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唱是很不應該的 我如果是他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我有這個 或者是我是一般人 我去這樣講我覺得是OK的 可是民主社會政治人物 對下評斷 尤其是對一個個人 而不是我覺得大家可以罵國民黨 可是不要去罵這個 作為平民的歐陽娜娜 大家可以怕罵我們 但是不要去罵一個個人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會有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的效應 那今天這個人可以被罵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 他有可能就會受到這樣的誤解 或者是霸凌 好的 聽完以上這一段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不是 等一下 所以就是我充滿了各種問號 不過我們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節目線上